七年,我可以來做一個專題的演講 這真的是不簡單 我是很感謝我給我的機會 其實我回到台南,我還會都在台南 我去這十年都已經越來越沒有回到南部 我之前在台南,演講也有那麼多人 我回到他演講也沒有那麼多人 這裡有那麼多人,我覺得很溫暖的 我爸爸每次都開古城古城古城 古城古城古城 他現在又中心開始寫文中 台湖上在南部,很高興 我爸爸也知道這個地方,也知道洪洋 但是我們要更多人家 更多社會,到底 我現在要關心做我的主題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因為 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其實我們在台北 常常辦什麼儀儀 因為我們在首都 所以如果政府有什麼黑漏黑漏的來時 都是我們在農來時 有時候,文中到尾都說 都是你們這一小群人 就算是,他有時候要更大人 就文中到尾都要靠起來 但是我也很抱歉 因為每天都大家這樣起來 一天再回來 一天再回來 交通時間趁著回來 但是可能去參加一個 反國光石化遊行 還是參加一個 反旺族遊行 可能都不是主角 都是北京 都是志祺家 所以我今天是我們在台北 要非常感謝我們台灣 國地的台北 收聽 所以今天我可以來這裡 分享我非常感謝 好 好,感謝 好 怎麼在這裡拿手 感謝 大家 我們今天是這個秋年 也很剛好 真的有剛好 我們女兒 近年打過 她的生日和 張醫師的生日 跟一隻 這些都明明之中有安排 沒有那麼剛好 我們張醫師也說 年輕人的時代就夠了 我記得我近一次 有一次 向國式歸來家的時候 那年輕人沒有這個 那年輕人的 比例我還是不錯 跟其他一些 在台北的 反什麼 台灣 在台灣 都不喜歡這樣 沒有年輕人的 那一定不錯 今天去看 還有一個年輕人的 所以我覺得張醫師 真的有遠見的 知道說 這年輕人的時代 好 我們來講這個東西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 因為這是一個文化的中心 我是做方法的 雖然說我小孩 我也想做文藝青年 就是我做文藝青年 我寫東西 隔壁的時候寫東西 有人要砍 隔壁比較要寫東西 我又要砍 所以我就變成一個評論者 或是一個引導者 我就來分享我的觀察 在自然文學這個事情上面 自然寫作這個事情上面 和本土的文學 中間到底有什麼關聯 我來講這個主題 這門蓋小姐打風仔 他的電話和E-mail 沒差沒關係 你用Google都找 不然你就找 英國師 今天要講這個 台湾安保運動 和本土的文學運動 中的關聯 當然也要勉強一下 當然要勉強一下 要勉強一下 世界觀 也是自助形象 自助形象 第三門就是 這個環境正義 到底是怎麼做 到外面 我跟開放說 我正算一個引言 開放給大家來討論 說 我們這個 台灣國書 後面 我們要怎麼做 我覺得 今天這個 環保這個藝台 其實是越來越嚇一跳 當然 當時 這個 中英書也要說 未來就是要走環保這條路 但是走環保這條路 和我們本來 你說的這些 本土 沒成功 但是 讓人家說 這樣不一樣 今天就要講這個 中的關聯 對不對 大家來 來 幫我們 計考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很大環保的車 這個人 先說一些 工業 說 台灣的這個環保運動 社會運動 有時候是超了 1900年代 改歲 有兩個改歲 一個改歲 是說 美麗的浪水走之後 政治上是更加重 所以這個社會 我們就對這個社會 這裡出來 這是一個改歲 另外一個改歲 是 對這個工業 發展 現在 已經有這個 霧量 已經有霧量到 它都會倒不下去 當然這個時間 就比國外的時間 根本差不多 10年到10年 到10年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政治上 應該也差不多10年 到10年到10年 到10年到10年 到10年 到10年了 他才會去自立行銷 哈哈哈哈 在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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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超軍的 這個智力救濟 的火力 其實是和 漢堡記者 跟學者 文學作家 在 共同的社群 夫婦最大關的 自立就職 最會的年輕的 才不會聽話 不會聽話 唱一下 好 得瑕 得瑕 年輕人的期待 自立就職 就說 那個時候 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自立就職 有兩種 一種是紅的 一種是你的 尤其是工廠 老闆幫你排頭 排頭就是資錢 當然沒有資 以前就叫你回去回去 不然就是我導師糾紛 還是說環保的糾紛 你要把這個老闆抗他的時候 要把他拿東西給他 我給你 我給你 你就要跟他講 他就說 要不然你找你去做了 你要去做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有東西可以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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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就找政府了 政府也會去做 你那時候要怎樣 你就是自立就職 自己去尤其 那當年的保護我跟我說 很多的保護 第一間 最出名叫理常農法公 這間公司真的隔壁的 上市公司 理常農法公 就是一尊人民的尾 尾很久的,尾到尾會怎樣? 拿水泥給空 載一個水泥車,斷掉下去 然後咧? 這樣就關起來了 這樣就關起來了,自立救濟,成功 成功之後,大家就看說這樣成功也要做 開始,大家都在尾了 在尾,在尾,在尾 就開始有,這就是 從這個社會結構就開始動了 就開始有 兩個方向,一個方向就說 這個社會,我們要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要對這條路去把我們的 整理要改進 那時候還有老國帶呢 那也要自立救濟得對 另外一條路線說 對這個社會學者 也是說一些關責的角度 穩定的角度 如果這個狀況來說 是不是,我們有些發言 我要在台北 今天不是在玩的 說得對 第二條路線說 第二條路線說 第二條路線處理的方法就是 我們要定很多發來處理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有公害糾紛處理法 導致糾紛處理法 當然現在要管理 這幾天,這幾天 這禮拜 拜他煮 不煮出天水 拜他就馬上,他要討論他 我們二十年前喔 三十年前 在母的環保運動 母的環境影響平衡法出來 結果做了二十幾年 我們還要不然 現在政府要把環境法抬討 所以我們就出來討論 好的 所以這個時候 很多人就在說 這些人都是報名 環保流 那真的抓那關 母的環境運動 那種動作流流動員 抓那關 抓到運動 更加起床 更加起床 所以那個時候 這麼環保技術 這麼學術 尤其文學家 非常重要 這就是社會的良心 當然有一些 我說東西的 那些人 東西的總統 我代表現在是好人 東西人 像報道文學 這是第一批的環保記者 方簡螞蟻公 他們東西就是 放這些人 放這些生涯者 有正當性 說這些人不是要討論的 這些人就是為了他們的工 出來 就是社會的激情 現在的文學記者 很少在做 那麼深度的報道 當然 很大的原因 他們的勞動 表現非常壞 所以這些記者 我就像以前 這樣 很深度專題的報道 方簡良說幾句 他現在已經是環保運動 不是記者 他說 他說以前 他在做記者 是在外面上班 真的 現在的環保記者 是在環保術上班 這樣你要做什麼事 出來 當然 他的觀察是這樣 另外一項是 自然觀察這個路線 這個路線 有兩個代表 一個是陳玉峰 這是學院派 另外一個是劉克鄉 這是 這是自學派 這些都寫到非常好 地方自 像叫陳欣 這樣 有一個來看 自然公園 地方的 一個一個的調查都出來 劉克鄉 還有一個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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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小鎮旅 都被抓出來 還有一種是 隱居的散文 歐濟夫 孟東里 孟老已經過世了 但是他 老闆的影響非常大 我今天就不會說 是 廢墟台灣 和鄭大孫的天火備忘錄 好的 宋哲萊 最近看新聞就知道 他要重新回家做學生 他是一個文學大家 但是他又要回家做學生 所以這是 活到了 學到了 他寫的這個 廢墟台灣 他是 模擬 這種 預言 預言有兩種 一種是 一所預言 一種預言 一種預言 一種是 預設未來會怎樣預言 他也是 預想核電廠 薄災的 那時候會這樣 然後他寫的不是核電廠而已 他講的也不是環保而已 它其實是用環保來隱喻我們的政治 這是當時來講 在那個年代來講 是一個禁忌 還是他這樣做 他把這個東西 寫得非常 非常 非常 敵人 現在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怎麼寫得那麼激進 怎麼寫得那麼的 文學性不夠 就當我學院派的講法說 文學性不夠 但是你講 在那個年代敢講這種話 不怕死的 這個我們台灣人絕對要 絕對 要把這個國寶好好的保護 絕對不是漁觀眾用人 絕對是 絕對是 送得到的 兩種的 兩種的 另外 我要做這個美教 張大春 他的天魔備忘錄 這是一本 環保反核運動的一個重要文獻 這本書的送後面 就有一個小說 叫天魔備忘錄 本來是模擬核恩廠 報仇 我看得很諷刺 他裡面寫的東西 在福島核災之後 一一驗證 否認 先否認 掩蓋 等到出來了 到後來無法收拾都 抓出來 抓爛 不只是日本這樣 台灣也這樣 那個時候張大春寫那一篇 先登在時報週刊上面 以前沒有一週刊 時報週刊誰誰 沒有福家報道 在那個生徒盟裡 他在傳 核電廠 博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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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人說 那是小說 那是小說 一句話就沒有要處理 但是屬性中一講的都出來 張大春 當然有些人 對於他的統獨立場 覺得他是統派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有水準的統派 我說有水準的意思 他是 他認同是每個人的認同 這也是台灣這塊土地的多樣性 但是他的 他的認同是 那一部分之外 其實他不是一個 盲目的 為統治者講話的那種認同 他不是漁光中 他今天是漁工藝 直舉就想到那個人 沒有辦法 好 另外一個 張大春到現在還是堅持反合 到現在堅持反合 當然蘋果的專長 他已經拚掉了 那之前 三不五十就寫一篇 那當然環境議題什麼 他也都會支持 那當然遇到統獨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回事 好 也要他說 你如果看我前幾天寫一篇 讀者投書寫一篇 馬猶猶的監察委員 還是說贏 他當時寫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其實在全世界的環保運動 剛出來的時候 也都是很多派 這一種就是保守派的那一種 他就一直把事情一直線縮 結果就是個案個案個案 拉高的時候就拉得太高 高到這個我們地球怎樣怎樣怎樣 中間缺了國家那一場 不談國家那一場 然後談個人 我們每個人要覺醒 我們要愛地球 隨手受環保 從自己做起 這個沒有錯 但是你的脈絡是怎麼 當時他當然有他的進步器 在三十年前 這個人有他的進步器 但是現在 我就是在這裡講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寫那一篇就是說 中科三期環評那個時候的爭議 被法院判決無效 應該已經講了 我們一直弄弄弄弄得好 武權 那是說武權憲法 武權憲法 比人家三權分立進步 如果三權分立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還有監察權 我們就來看監察權 看監察院來證明他有沒有活著 其實現在監察院大概只有一個委員 叫黃黃雄委員 我說可能很不尊敬 但是主席像我剛才會這樣 所以我們監察院的機制是這樣 這也是先說一些 事務行銷 說一些社會運動的經驗談 如果以後嘉義有什麼問題 那在各幹監察院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擺那個黃黃雄委員 值班的時候 那你承認說 找一天去跟他抗議 避程勤訴也可以 如果你只求媒體效果 這樣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監察院來幫你 主持正義 你就要找黃黃雄 你就要擺他擺 你自身跟他說 說黃 黃委員 我這個案子要送給你 你當時去那個 值班 我送給你 他會跟你說 我這個手頭 爹 扣子 扣子 我已經吃了一個 買好了 所以你跟他送這個案子 找案 找你調查 買好了 我就是要把他 那個 紅包廁棄撞到死了 這又證一天 我要去陳情的證一天 他就主動調查 主動調查 主動調查 他跟我們剛剛說 只談中科三期 他就主動調查 所有的科學園區 我們兩個就不一樣 就併案 因為他們不能說 兩三個委員 談不一樣的案子 所以就併到 給馬悠悠的監察委員去了 後來出來的 報告會怎麼樣 你們想知道嗎 監察院請他證明自己死了沒有 當時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我們只有一個台灣 這本書 他是把當時台灣的環保運動 文獻集結起來 當時其實到現在也是 我們環保運動大概有兩個分支 一個是反污染 一個是生態保育 當免成立環保署 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之下 成立環保署 環保署以前在衛生署裡面 所以你就看省事 你照顧眼鏽嗎 他這個觀念就只有 很末端的處理 其實真正的反污染 其實到後來都 也不用到後來就是 很快就進入到要做 源頭管制 所以才有環境養評估法 可是我們整個環保署 都一直在做末端 都沒有去躺前面 其實更前面就是 生態保育 棲地的保護 但是生態保育 這個東西 我們進行 放在這個靈部 會比較自然保育 所以在環保署成立的時候 大家就說 一後 總有一天 要把自然保育 拿來跟反污染 末端管制這些合在一起 結果現在好不容易 真的組織改造了 要成立環境資源顧留了 就是要把自然的合在一起 結果 這幾天 這禮拜 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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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農委會要成立一個林 林業師 林業師 他就說 沒有啦 林務局自然保育 還是在你們環織庫 但是林務試驗所 要放在農委會 平地造林 要放在農委會 他說農林 漁務不分家 他說山林水土不分家 看山林 但是 其實這樣 就是說 我們 本輪都本贏了 你反映的時候 他都說輸我們 你如果參加林業一間反映 你就知道我一邊都贏了 怎麼說我都贏了 但是 都輸他了 所以 這就是我們 政治要改革的地方 他說 就是這個 劉克鄉 現在你看劉克鄉的車 都在這些環保的東西 都在這些自然觀察 他人家 他的成名代表座 第二階段的成名代表座 這是第一階段 他中一段就不去 他後面就衝出來的時候 現在的少年比較認識他的 比較不知道這本 比較知道後面的 小綠山 他在他後面 一個山頭 每天設計錄 怎麼寫出來 其實那個做法 就是國外在做的做法 就是 那個 Solo 我等一下會說 的做法 一樣的 那 他現在這鐵道 這是 活動 活動的車站 但是我 對劉克鄉 我對他很崇拜 因為我那時候 我每天看他的詩 我一直看 熱血澎湃 我最近才知道說 他裡面寫的一首詩 是寫他爸爸 他爸爸是一個私院的老師 他因為白色恐怖的事情 然後 後來回鄉跟人家作美 結婚 後來生下他 劉克鄉他的 他的本名 那個本名就是一個左派的人 寫 取的名字 給他兒子取的名字 後悔資本主義 還是什麼 挑戰資本主義的異主 劉克鄉他 他其實在那個年代 我在念大學那個年代 是啟蒙很多人 對政治對環環的關係 他寫了很多詩 那個時代還有一些人 像那個 那個苦鈴 還有磷霜布 我只能看幾個去找 我就很喜歡劉克鄉的 可是後來那段時間 都找不到劉克鄉 最近他又開始變紅的時候 他也沒有忘記他以前關心的這些事情 現在這些環保運動他還是都會出來 他還是都會出來 我覺得這個 這就是我們看一個三十年的時代 時間來看 就可以看到一個人 這些人過去 現在 有沒有始終如一 這個大師陳玉峰 綠黨創黨的時候 他也是我們的中職委 2008年的時候 因為一些我們處理的不好 我們行政處理的不好 我們行政處理的不好 變得 他本來答應當我們的不分區 然後 他後來變成台北的 所以有一些磨倉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和好了 當然是我們沒錯啦 一定要說是我們沒錯 大人不會錯 小孩子的錯 小孩子不要錯 那 陳玉峰老師 他就是當時 台灣的森林運動的 的這個集大成 就是他 他是一個學院派 他是要從學院派的故事的實踐 他去 他跟 我剛剛講的Soro 那一個 他跟劉克香 是類似的做法 但是他有學院的基礎 這個就很厲害 因為一般台灣的狀況是這樣 你看像媽媽說這裡 還是說你這裡 寫這種環保的東西 一開始寫 都很粗淺 感動而已 感動而已 感動喔 感動有一個問題 感動到後來 如果你沒有更深入的話 你就會說你 啊 你們不理性 無限善工 他就是把 拿學院的東西來 跟你 和你消息就對了 跟這些 靈業的 跟整套的靈業 體系的知識對打 他的觀念 一般人第一次聽到都震撼的 因為小孩 那個最高的都不一樣 他說 土地公彼人會種樹 不要去種樹 土地公彼人會種樹 什麼意思 他做過這樣的研究 其實這個做法也是國外的做法 國外的東西 我們在台灣 就給他重複做一次 就可以拿來修理 政府 他把一塊 一公尺 乘一公尺的土地 裡面的泥土 表層 總共清清清清清清 數看看有多少種子 那一萬多顆 幹嘛要種樹 在那裡看 土地都比 比人家還要種樹 你人家種樹 種大樹 砍大樹 種小樹 像地球公民基金會 綠色陣接球 這天也要長 都綠色陣 你看這個 台灣生態史的話 台灣植被制 最後邊那個是 土石亂流 是講土石流 那都是 整整年就下來了 那今天都一直驗證 都是在驗證 他隱居了幾年 因為禁儀生態系的一些紛爭 隱居了幾年 現在重新出發 他現在要做三寧宿院 他也是訓練的 一批一批 那他之前就是本來 禁儀生態系 他就是要做他這個東西 要訓練人產 那當時也有一個環境步道師 我們現在很多第一線 你現在看到的第一線的那種 戰將 都會的 都會教授 李根正 那個 那個 文魯斌 張子健 蔡佳陽 田秋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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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的地位有 文魯斌 那 特別講那個李根正 這個要 我要講 這個故事真的太動人了 因為我都做不到 李根正他是導師 他當時他是在高雄市教師會的生態中心 他其實後來沒有再教了 他就借調到生態中心 他剩下一兩年就退休了 就是如果沒有意外 其實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就可以一大筆退休金 這杯爬山都有 可是當時 兩三年前 他就 離職了 來搞地球公民基金會 人家都做科學的 欸 一百萬耶 你若一次你若一百萬 那你若 五月娘 那就很緊張 很Q化 正常的人 這不是大家正常的人 都說 就在 多拗個一兩年嘛 對不對 反正這一兩年 也不是拗啊 你也是在 教師會生態中心 還是做這些環保的事啊 還當環境委員 當然還當 都不行 這個環境不能等 兩年都不能等啊 就吃掉了 這些人 為什麼那麼堅持 因為地球媽媽